好友告诉我夜吊的时候 看到漂亮的姑娘夜游 同时兴趣盎然地邀我一起夜吊 结果 我们却钓上了一条大白鱼 还差点丧命 同时还翻出了一桌命案 浦松镇青江边上 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一个二十多岁的漂亮女孩儿 站在江边的石岗上 冲着江水傻笑 等她蹲下身子后 脑后突然爆出一朵雪花 然后一头扎进了青江 尸体直接下沉 消失无踪 捞尸队打捞了半个月 愣是没打捞上尸体 渐渐地一个多月过去了 警方没有一丁点的线索 就好像这件事情 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我和刘晓峰都是钓鱼发烧友 平常哥俩就像跟着 在青江边上钓鱼 这次因为那个莫名其妙的杀人案 警察封锁了青江一个多月 上下的反复打捞 我们都没时间钓鱼 心里早就痒痒了 好容易解疯了 我和刘晓峰得到消息之后 马上痛快地钓了三天 说来也奇怪 平时青江的鱼口都是非常好的 这次一连三四天 我俩啥都没钓上来 慢慢地 也就没有了当时的那股冲动 再加上我家孩子开学 需要送去市里 我就没再去了 而是转身忙起了家里的事情 谁料 也就是我刚刚把家里的事情 理出头绪的第二天 刘晓峰就给我打过来了电话 武哥 今天来夜调呀 有好东西给你看 绝对是你这辈子都没有见过的 刘晓峰神神秘秘的倒是给我整出了好奇心 我问他是啥 他也不说 第二天一大早 我也就心里痒痒地去了青江 刚见面 刘晓峰就拉住我一顿嘚瑟 哥 你这两天没来 可亏大发了 啥呀 神神叨叨的 我装作不屑一顾 刘晓峰见我不幸 就嘻嘻一笑 敲摸摸地说道 这里晚上有个妞夜游 身材特别好 那皮肤我跟你说 水水嫩嫩的 特别的白 白的黄眼青江 夜游 我拍了刘晓峰一下道 你见鬼了吧 咱们哥俩在青江边上长大的 白天游泳倒是经常有 你啥时候见过晚上夜游的 青江水冷 晚上夜游会得病的 嗨 刘晓峰不屑道 那都是咱们这一代人老封建 你看看现在的年轻人 能跟咱们一样吗 再说了 我真见了 我还拍照片了呢 照片 我愣了一下 如果真有照片的话 那见一见倒是不赖 接着 刘晓峰把手机给我看 隐隐约约的上面 好像真的有一个女子一样 不过 镜头有点远 而且像素不高 实在是看不清楚是不是的女的 一通臭屁之后 我们两个也就步入正题了 二人开始钓鱼 可惜 鱼还是不多 我们两个忙了大半天 只钓起来三五条小鱼 大一点的一条都没有 见到这种情况 我被赶扫兴 感觉没有留下来的必要了 刘晓峰却拉着我不让走 说道 哥 你陪我待夜吧 咱俩看看那个女的 我这里还准备了一瓶好酒 晚上咱们哥俩喝点 杂阳哥我见刘晓峰执意恳求 而且 还有好酒做幼儿 也就勉为其难地留下了 而且 打心眼里 我也想看看夜游的那个 到底是不是个妞 谁知道 这次留下竟然让我遭遇了一件离奇的灵异事件 下午 我和刘晓峰开火造饭 又打开了那瓶好酒 哥俩美美地喝了起来 我们两个一边谈天吹牛逼 一边喝酒看着江面 刘晓峰突然说道 哥 你快看 那女的来了 我愣了一下 说是夜游 但是青江的水是真的冷 尤其是到了晚上 青江水中特有的矿物金属 会伴着河底的寒流涌上来 一旦有人感染这股 混合了矿物金属的寒流 马上得病 甚至会死人的 所以 青江一直都没有夜游的 没想到 今天竟然让我大开眼界 我顺着刘晓峰手指的方向看过去 果然 在几十米外 真的有一道身影在水下游动 一晃一晃的身子 雪白雪白的 看着真的就像是一个大美女一样 但是 我敢保证这不是人 谁他们可能几十分钟 一直在水里游 头都不抬一下 那不是扯淡吗 刘晓峰还嘻嘻哈哈道 哥 漂亮吧 我就说是个娘们吧 嘿嘿 我扭头拍了她一下道 嘿嘿你个大头鬼 看清楚 那是条鱼鱼 刘晓峰站起身 揉了揉眼睛仔细看过去 顿时高呼道 真的 真的是条鱼 好大一条白鱼啊 这确实是一条大白鱼 而且是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鱼种 它体长差不多一米五六 粗大概和女子的腰差不多 身上没有任何花纹 一抹的白 而且 游动得并不是太快 哥 这是条鱼 我咋没见过呢 刘晓峰纳闷地挠了挠头 我跟着摇头道 离得远看不清 咱们把它钓上来吧 弄上来就知道是鱼了 听我这么说 刘晓峰马上高兴了起来 我们已经连续好多天都没有钓到大鱼了 如今能够遇到这么大的一条鱼 那还能不高兴 我们两个马上下钩 静静地等待着 谁曾想 就在我们认为这条鱼特别的难钓到的时候 它竟然朝我们游了过来 而且 就在我们前边不远处打转转 可是 它也只是在那里打转转 根本就不要钩 这它娘的可真要气死人了 如果它不过来浪的话 我们两个逮住它的愿望并不会太强烈 但是 它它娘的丹门地过来调戏我们 我和刘晓峰的火气就大了 晓峰 这么大一条鱼 咱们玩平常的饵料肯定不行 你去把那半只鸡挂在钩子上 咱们用大海钩钓 好地哥刘晓峰马上过去 按照我说的挂了半个烧鸡 这次 钩子下水一分钟 鱼飘就冻了起来 看到这一幕 我们哥俩都乐坏了 这条大鱼终于上钩了 晓峰 拉我抱住鱼竿使劲地往上拽 可惜 以我自己的力量根本拽不动 只能让晓峰跟我一起 然而 我们两个人都不是大鱼的对手 哥 不能使劲了 再使劲 鱼竿就断了 那咋办 由晓峰想了想到 哥 咱俩下水 今天无论如何 也要把这东西逮住 我本来不想下水的 但是 看到晓峰这么坚持 我也不能怂 就跟着晓峰下水了 我们两个大男人下水之后 站在潜水区域 使劲地拽着那条鱼 而那条鱼在我们下水之后 力量却突然就加大了 也不知道这家伙之前 是不是故意戏耍我们 此刻 在我们下水之后 他竟然有力量 拖着我们往深水走去 我看着马上就要进深水了 急忙说道 晓峰 别跟了 进了深水不好抓了 刘晓峰却死死地抓住鱼线岛 哥 我跟他拼了 说着 刘晓峰一个猛子 就扎水里了 这他妈 我担心晓峰出事 又借着酒精 就跟着一头扎了进去 青江水并不是太清 但是 我们还是隐隐约约地 能够看到前方的大白 这家伙 之前被我们的大海 勾勾地深了 再加上我们两个人 一直跟他拔河 他已经很难把钩子 吐出来了 所以 即便在深水区域 我们还是能够抓住鱼线 牢牢跟着他 只不过 他越游越往江底了 而江底是真的冷 都快要冻死人的那种 除此之外 还有一层黑漆漆的矿物质浮沉 在水下慢慢地荡漾着 大鱼使劲地往下游 眼看着就要钻进那层矿物质了 我急忙试一小峰 快用力 别让他钻进去 小峰已经明白了我的手语 正准备动手 可惜已经晚了 这个时候 大白鱼已经钻进去了 那一层矿物质浮沉 就是我之前说的寒流 这东西不能沾染 一旦沾染身上百分之百得病 之前听老人们讲过 有人下水摸鱼 钻进去就没出来过 还有人说 这里面不知道藏了多少水鬼 谁进去谁倒霉 可是 刘晓峰已经红了眼了 根本不顾我的阻拦 一头就扎了进去 我吓了一跳 赶忙往上拽他 等我把他从那矿物质浮沉 拉上来的时候 他已经昏死了过去 我使劲摇了摇头 想要赶紧把他抱上去 救活他 可是 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发现 有一个东西撕扯着刘晓峰 好像在使劲地拽着他一样 什么玩意儿 我往下方看了一眼 汗毛顿时倒树了起来 下方矿物质浮沉出 一只雪白的手掌伸了出来 紧紧地拽着刘晓峰的脚踝 而且 还有一阵似有若无的声音传来 留下来 留下来吧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水鬼 第二反应是 真他们的 有鬼 我赶紧抱住刘晓峰往上面游 使劲地拽着 可是 以我一个人的力量 那是无论如何都拽不动的 何况 水底下的那只手 一看就不是活人 那肯定是水鬼的爪子 这他们的也太邪门了 突然 我想到了一个东西 前些年 我媳妇跟了不干净的东西 曾经让她那个 当阴阳师的二姑父看过 她二姑父给她准备了一个手串 后来媳妇好了就没再戴 反而被我给戴上了 我其实也不知道 她二姑父灵不灵 但是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试一试了 我奋力摘下手串 冲着那只脏手扔过去 砰的一声 那只手还真的放开了 我十分欣喜 马上拽着刘晓峰往上游 就在这个时候 之前那条白色的大鱼 突然就张开了大嘴 朝我扑了过来 与此同时 水下的矿物质 在不停荡漾着 两只凄厉的鬼爪 从里面伸了出来 接着 一个东西慢慢地往上爬着 这一刻 我彻底地麻了 我疯了一样拽着刘晓峰 拼命往上游 尽量逃离水里的 那个诡异的东西 可惜 越是拼命地努力 越是感觉自己的动作慢 到了最后 我都恨不得 伸一对翅膀出来 好在 我终于逃了出来 等我进入潜水区之后 这才发现 身上密密麻麻的 不知道有多少伤口 这些都是水下 那只白色的怪鱼 咬出来的 而此刻 那白色的怪鱼 竟然跟着我来到了潜水区域 长牙五爪地 继续冲我发动攻击 我实在疼得受不了了 就用刘晓峰挡了几下 然后趁着怪鱼 去撕咬刘晓峰的时候 飞奔上岸 大口地喘息了起来 好在 岸上是安全的 我喘息了几秒钟 就马上把刘晓峰拽了上来 然后打了120 医院里面 刘晓峰的家属全都来了 大家看着躺在病床上的 刘晓峰痛苦不已 我心里也不好受 毕竟当初 如果我极力劝阻的话 也许能够让刘晓峰回头 也说不定 但是现在 全完了 我呆呆地坐在那里 一言不发 其实是在想 河里面的那条怪鱼 和那个诡异的身影 因为河水太过浑浊 我也没有看清楚 河底下矿物质浮沉当中的 那个东西 到底是男是女 更加不知道 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不过 它肯定不是人就对了 我正这么想着 突然 尖叫声传来 这声音一听 就是被什么东西 给吓到了 我急忙扭头看去 就看到刘晓峰的妻子 不可思议地看着窗玻璃 就像是被一股 无形的力量推着一样 砰的一声跌倒了 然后 她指着玻璃窗说道 有 有鬼 鬼呀 说完 她竟然直接昏死了过去 现场很多人都听到了她的叫声 急匆匆地全都跑了过去 我也跟着过去看 然而 我们什么都没有看到 很快 医生就来了 他们进入病房看了之后 一位主任医师把我叫到了办公室 和我单独谈话 我恐怕你们遇到了不好的东西 主任医师摇了摇头 拿出几张照片给我看 这是刘晓峰的照片 刚刚拍下来的 还没有给任何人看过 照片上 刘晓峰的脚踝处 十分清晰地有一只大手钻过的瘀青痕迹 而她的腿上 则是好多手掌的印子 这些手掌印子密密麻麻地从腿部往上延伸 医生说道 这些黑手印是移动的 但是 它不是寄生虫的遗类 也不是什么病症 我怀疑是有古怪的东西存在 当然 作为一个医生 我不该这么说 但我还是建议你们去找个阴阳师看看阴阳师 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医生 医生则是点了点头道 对 就是阴阳师说着 他伸手拉开了我的衣领 我这才发现自己的胸口竟然也拥有一个黑色的手印 你要比刘晓峰严重 这个黑手印如果蔓延到了脖梗的话 你会窒息 窒息 我赶忙问道 医生 你是说 我遇到了水鬼 对吗 医生摇了摇头 转身离开了 并没有回答我 我也考虑到 医生是不可能告诉我水鬼的事情的 毕竟人家是挣工资的 而我却在回家的路上 后背一直发凉 甚至都瑟瑟发抖了起来 水下那两只鬼爪和那个呼之欲出的东西 让我确定我真的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所以 回家之后 我直接跟媳妇把这件事情全都说了出来 并且恳求他二姑父过来一趟 为我驱邪 媳妇听我说的头头是道 就赶忙给他二姑父打电话 只不过 他二姑父离得比较远 一时半会过不来 得等到明天才能来 既然事情已经定下了 我心里也就放心多了 毕竟他二姑父是阴阳师 肯定能够抓住这个不干净的东西的 因为受到了惊吓 天刚刚黑 我就睡下了 迷迷糊糊的不知道睡了多久 突然听到有人在哭 我慢慢睁开双眼 媳妇就在我身边熟睡着 发出哭声的不是媳妇 可是屋子里面只有我和媳妇两个人 不是他发出的声音 会是谁 难道有鬼 一想到这个可能性 我的脑子嗡嗡的 汗毛全都倒出了起来 本来我打算继续装睡 但是那声音却越来越大了 我试探地推了推媳妇 可她睡得和死猪一样 根本不给醒来 莫奈何 我就只能起身向客厅走去 客厅当中还是之前的摆设 一点都没有改变 也没有哭泣的女人 好像那哭声根本不存在一样 我摇了摇头 刚准备转身回去 突然 那哭泣的声音再次传了过来 我小心翼翼地回头看去 就看到在阳台的位置 一个浑身光溜溜的女人 正站在那里哭 她的头发披下来挡住了头脸 身材却是出奇地好 看着特别的养眼 我神情恍惚了一下 都不知道为什么 竟然慢慢地朝着那个女人 走了过去 慢慢地 我走到了女人身前 用手拍了拍她道 你哭啥呢 你咋进来的 我拍了女人几下 女人没有理我 我不由得胆子大了一些 伸手去抓她的胳膊 就在此刻 那女人猛地抬头看了过来 她的眼睛里面没有同人 只有一抹的白 她抬头看着我 发出凄厉的喊叫 接着 伸出鬼爪掐住了我的脖子 啊 救我 救命啊 我疯了一样大喊大叫了起来 我挣扎了很久 这才醒过来 睁开眼才发现 根本就没有女鬼 面前抓着我手臂的是我的媳妇 媳妇 你 怎么是你 哎 媳妇摇了摇头没有理我 而是看向了旁边 问道 二姑父 咋办啊 她还有救吗 直到这个时候 我才看到坐在旁边椅子上的二姑父 没想到 二姑父竟然这么快就来了 二姑父起身走过来 拉开我的衣领看了看到 已经被缠住了 再不赶紧解决 恐怕就晚了听二姑父说的这么神 我赶忙问 二姑父 我昨天晚上做噩梦了 有个女鬼抓我 掐我脖子 二姑父摇了摇头道 算不上噩梦 那个女人缠死了刘晓峰之后 已经缠上你了 傻 我脑子嗡嗡的 赶忙问道 二姑父 刘晓峰死了 二姑父点了点头道 死了 昨天晚上死医院里面了 她脖子上有两道黑手印 和你脖子上的黑手印一样 显然就是被鬼缠死的 我彻底崩溃了 之前在医院的时候 刘晓峰身上的伤 还没有蔓延到脖子上 没想到 只是过去了一夜的时间 就被缠死了 我的伤 我脖子上也有了黑手印 我赶紧起身照镜子 果不其然 我脖子上出现了两个 黑漆漆的手印 就好像是被人使劲 掐住脖子掐出来的一样 非常的可怕 二姑父 我 我不想死啊 我真的不想死 看到这两道黑手印 我都吓坏了 赶忙求饶 二姑父摇了摇头道 这个鬼有点凶 而且 我听说还有一条鱼 对不对 我赶紧点头 对待二姑父 还有一条鱼 大白鱼 还咬人呢 那就对了 二姑父说道 女子的尸体落在江里 因为某种原因 不能浮出水面 本来就怨气极大 又被这条大白鱼 啃食了肉身 怨念更大 所以才会这么凶 一般情况下 遇到这么凶的水鬼 只能自认倒霉了 别呀 我赶紧求饶道 二姑父 你得救救我啊 你一定得救救我 千万得救救我啊 二姑父摆了摆手道 就是肯定要救 但是 我们得先找到那条大白鱼 大白鱼常年在水下吃尸体的肉 肯定知道尸体在什么地方 我们只有抓住大白鱼 然后通过大白鱼 找到尸体所在之地 将它解救出江底 才有可能抹去他的怨念 当然 最好是调查出他的死因 和所受的冤屈 送他投胎转世 这样的话 你就没啥事了 我赶紧点头道 二姑父说的对 全听您的 您说怎么办吧 二姑父点了点头道 明天 你照常去钓鱼 其他的不用管了 我都给你安排好 只是有一点 当那条鱼向你求饶的时候 你不要心软才好 更不能中他的鸡 鱼会求饶 我自言自语地说道 却没敢问二姑父 而且从心底也认为 鱼不可能会求饶 第二天 我按照二姑父的嘱咐 只身一人 去了青江边上垂钓 说实话 看着滚滚青江水 我心里还是挺害怕的 但是也没办法 如果不把那条鱼 钓上来 死的人就是我 我将事先准备好的烧鸡 挂在大海沟上 一切都按照 二姑父的要求做 然后就猫在那里等着 不多时 那条大白鱼真的出现了 看到这个家伙 我就像看到了仇人一样 眼睛珠子都是红的 并且发誓 今天务必要搞死这个狗日的 慢慢的 半个小时过去了 大白鱼却并没有咬沟 这家伙好像有了戒心一样 只是围着大海沟上的烧鸡转圈 却不轻易去咬 我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点 是最关键的 所以就不敢动 静静地等待着 又过去半个小时 大白鱼好像确定了没有什么危险之后 猛地张嘴咬住了烧鸡 就在这个时候 我赶忙收线 好容易咬勾了 我怎么可能让它跑了 咯噔咯噔的声音传来 大白鱼太有劲了 我的鱼竿都快要折断了 我不敢太过用力 只能往前送着身子 顺时拉长鱼线 揪住大白鱼 谁曾想 我刚刚往前迈了两步 脚下就猛地打滑 然后 我连人带杆子 全都滑进了水里 一进水 大白鱼的力量就比我大了 这家伙疯了一样扑腾起来 还围着我转圈 直到此刻我才发现 这货并没有把大海沟完全吞掉 刚才它咬那一口 是真的只是咬住了烧鸡 并没有吞下去 这个时候 大白鱼看到我落水 竟然撇开了烧鸡 张开血盆大口咬向了我 真是要崩溃了 谁能想到一条鱼 能够有这么高的智商 危急关头 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赶忙尖叫着往岸上爬 一边爬还一边大声喊着 让二姑父救我 而大白鱼 好像听懂了我的话音一样 猛地扑过来咬住了我的腿 拉着我就往深水区域走 这一刻 我彻底下猛了 好在二姑父终于出现了 他手里撑着一个红色的大网 使劲地拍了过来 只一下就把大白鱼给网住了 接着 二姑父用力起手 顺手又扔出一把糯米 糯米落水 那条大白鱼突然就惨叫了起来 还不快走 二姑父喝斥了我一声 拾进一带 就把大白鱼带到了潜水的坑里面 而我也终于爬上了岸 此刻 网在红色网兜里面的大白鱼 竟然人力而起 在我面前扭动着身子 就好像跳舞一样 不得不说 虽然是条鱼 但是扭动起来 是真的好看 恍惚之间 我甚至认为自己看到的是个大美女 而不是一条鱼 而且 这个美女正在冲着我流泪 求放过 还看 不要命了二姑父喝齿一声 我才醒悟过来 之前二姑父说的鱼求饶 原来就是这个 我赶忙帮着二姑父 将大白鱼抓到了鱼篓子里面 二姑父 大白鱼抓到了 接下来 我们怎么办 要不要直接拉着它去找尸体 二姑父点了点头道 现在还不行 这条鱼太阴邪 先晒一下午 让它去去阴邪 我虽然不知道什么是阴邪 但是二姑父说了 我也就只能照做了 终于 一下午的时间过去了 大白鱼也被晒得奄奄一息了 这个时候 二姑父才拖出来一条小船 说道 走 现在咱们夺着这条鱼 去找尸体现在 我看着天都要黑了 这种时候去江里找尸体 如果真的遇到那个水鬼 还有命吗 二姑父 要不明天吧 马上就天黑了 明天 二姑父瞪了我一眼道 我怕你等不到明天 说完 二姑父就上了小船 无奈之下 我只能跟着二姑父上船 二姑父却并不理我 只是专心地牵动大白鱼 向着青江中心走去 也就是十几分钟后 大白鱼停下了 这家伙在网兜里面 缓慢地旋转着身子 不再往前走了 二姑父见状 马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团红线 这些红线的末端是一个吊锤 二姑父把吊锤放水里 红线马上拉直了起来 我好奇地问道 二姑父 你这是干啥 二姑父说道 大白鱼停在这个地方不动 那就意味着水鬼就在这处疆底 如果我猜想不错的话 它的尸体肯定是被某种东西 给禁锢住了 现在必须想办法下水 解放了尸体才行下水 解放尸体 我感觉自己的脑袋嗡嗡的 明知道水下有鬼 还要下去 这不是去送命吗 脱衣服 下水 二姑父也不理睬我说啥 转身脱了衣服 扑通一声跳水里了 见状 我也没有任何可以迟疑的 跟着就跳了进去 因为现在是下午时分 太阳还在 水下并不是太冷 光线也还比较充足 我就和二姑父顺着那条红线 往下沉 很快 我们就沉到了江顶 江底下方 矿物质形成的浮尘 微微飘荡 从上面看 黑漆漆的挺下人 再加上我之前 见过水底下伸出来的鬼爪 此刻心里纠结成了一团 并不敢动手 二姑父却丝毫不怕一样 直接一头扎进了 矿物质浮尘当中 我赶忙过去帮忙 就在这个时候 我突然发现 二姑父急忙向后退着 我不知道二姑父怎么了 赶忙过去看 这一看 差点把我吓死 水底下 两只鬼爪伸出来 直挺挺的 似乎要抓人一样 二姑父往后退了退 然后猛地就排出一张纸 落在了鬼爪之上 说来也是奇怪 扶纸一贴上去 那一双鬼爪 马上落了下去 二姑父见鬼爪落了下去 赶忙拉着我下到江底 我们两个费了 九牛二虎之力 终于从江底 摸出来了一具尸体 这是一具残破的女尸 已经泡得浮肿了 而在尸体之上 更是有很多鱼 或者是其他水生动物 咬出来的痕迹 尸体被一条锁链锁了起来 另外一端 钉了很粗很长的锥子 钉在水底的石头上 硬生生地把尸体 给留在了江底的 矿物质俯尘当中 手段可谓是相当的残忍 我和二姑父相视一眼 也顾不上尸体恶性 赶紧将尸体弄上了岸 直到此刻我们才看清楚 尸体的眉心处 竟然有一处贯穿伤 一根鱼枪贯穿了尸体的脑袋 尸体被抬上了岸之后 天也完全黑了下来 一具腐烂程度80%的尸体 外加上漆黑的野外 和萧条的冷风 一下就把这恐怖值给拉满了 如果不是二姑父在 我怕是直接就要跑路了 二姑父 现在咋办 要做法吗 我看着地上的尸体 不知道该怎么做 二姑父却掏出了手机 拨通了电话 喂 张警官 我在青江悬流窝这里 打捞了一具尸体 好像和之前离奇失踪的 女士案件有关系 你过来一趟二姑父给警察打了电话 然后过来和我说道 你的事情先放一放 咱们先让警方把尸体到底是谁弄清楚 如果他能够沉渊昭雪的话 你就绝对不会有问题 如果不行的话 二姑父没有继续说下去 按照他之前说的 这个女鬼实在是太凶了 这么凶的鬼 是不可能放过我的 如果他不能沉渊昭雪 那么 下一个死的还会是我 想到这些 我的脸都绿了 二姑父看到我这种表情 道 你也不要太过担心 等一会儿警方来了 我们先把这条大白鱼弄回去 剁了煮肉 这也算是给女士报仇了 到时候看看她的怨念 会不会少一些 我微微点头 目前这种情况 我也就只能听二姑父的了 警方很快到来 拉着尸体去调查了 而我和二姑父 也带着那条大白鱼回了家 因为痛恨这条大白鱼 所以回家之后 我就开始张罗着鲨鱼 二姑父则是全程默默地 在画五行八卦 还烧了一些黄标纸什么的 很快 一条大鱼就被收拾好了 媳妇直接烧大锅开炖 没几分钟的时间 锅里就窜出了香味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太饿了 闻到这股味道 竟然情不自禁地 想要现在就大块朵一 可惜 等到鱼肉真的端上来之后 我才发现 鱼肉是臭的 而且是特别的臭的那种 二姑父 怎么可能是这个怪味 这也太难吃了吧 我把嘴里的鱼吐了出来 又用清水竖了口 这才好了一些 二姑父尝了尝后 摇头叹息道 没想到这个鬼这么凶 就连大白鱼都不放过 这下坏事接着 他看着我说道 鱼鬼不会放过你的 没准儿 今天晚上就会找过来 听他这么说 我吓坏了 二姑父 你赶紧救救我啊 尸体不是捞上来了吗 为啥还不肯放过我 我也没做什么事情啊 二姑父看了看我 又想了想道 不应该是这样啊 就算你误打误撞到了江底 遇到了他的尸体 他也没有必要 揪住你不放啊 难道是另有隐情 隐情 我马上想了起来 道 二姑父 我是他死亡的目击证人 我记得他 你记得 对 我见过这个女德 接着 我把之前的经历 说了出来 就在女孩儿子死的同一天上午 我和刘晓峰在江边钓鱼 看到一对小情侣往青江边上走 男的拿着潜水设备 还有一根鱼枪 女孩则是穿着一身比基尼 长相十分的甜美 那对男女经过我和刘晓峰身边的时候 刘晓峰还打去说 女孩真好看 那女孩儿还往我们这边看了一眼 我们两个原本以为 这并不是什么事情 就没有多管 谁知道 刚才过去半个多小时的时间 女孩儿蹲在江边看自己的男友潜水 就被一枪打穿了脑袋 现在想起来 行凶的肯定就是她的男朋友 原来如此二姑父不由分说 赶忙拉着我到了公安局 因为有了我的证词 警方很快就找到了杀人凶手 原来 杀人凶手小林和死者小情 是男女朋友关系 感情非常的好 但是 小林的家庭条件好一些 是个富二代 小情就非常的差了 等二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 小林家里就嫌弃小情的出生了 不同意这门婚事 一来二去 小林和小情也就经常吵架 到了最后闹到分手 本来分手也没啥 可是 小情心里不舒服 感觉自己被小林欺骗了 后来 更是威胁小林说 如果她敢分手 就把小林家贪污受贿的事情 全都举报出去 小林被小情吓坏了 实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想到了杀人抛尸 她假意带着小情来江边玩 暗中却准备好了绳索铁锥 等作案工具 在小情俯下身和她说话的时候 突然用鱼枪射杀小情 然后 将她拉到江底 钉在江底的石头上 让她的尸体无法浮出水面 甚至就连警方的捞尸队都捞不出来 而我和刘晓峰 我们两个人虽然看到了女孩坠落江面 但是我们默契的选择什么都不说 更是将那件事情自动屏蔽了 可惜 天网灰灰 我们能够逃过自己良心的谴责 却逃不过江底尸体的索命 二姑父站在江边沉默了很久 然后扭头看着我说道 人在做天在看 亏心事 可是千万不能做的全文丸 我们下期再见